台中美乐地即将在天生丽君 28号上午东区的石泉公园举行开工动土典礼 工程总经费3600多万元 开辟面积约0.6公顷 预计明年2月份就能够完工 未来将成为东区入口地标华卉公园 市长卢秀燕表示 石泉公园是由公司协力而成 感谢各方的协助支持 一同打造台中市共荣友善公园 让市民有新公园可以休憩 众人纷纷将盆栽挂上墙面 象征未来公园的新景致 台中美乐地即将在天生丽君 28号上午东区的石泉公园 举办开工动土典礼 未来除了绿地广场及环状步道等 基本的设施之外 更导入友善共荣式游戏场 增进公园广场绿地公共设施的机能 那这个公园很特别的 有几个地方 第一个呢 因为它本身的所有公园的经费 绝大部分3千5百万 3千7百万里面的3千5百万 是由民间捐献 那民捐来捐 那谢谢他们 解决我们台中市的财务负担 那第二个呢 这个公园很特别 公司协力 除了政府来进行规划设计以外 我们也参与了很多的公民团体 包括特工盟 包括财账盟等等 还有地方的这个礼礼拜公室 他们的意见是什么呢 所以它是公司协力 石旋公园以打造自然花园的形态 运用花千变万化的风貌 展现植物四季的生命力 工程总经费3千6百多万元 开辟面积约0.6公顷 预计明年2月完工 未来将成为东区入口地标花卉公园 我们公园设计过程也加入了我们公民参与 还有很多的社团一起来做工作坊 所以我们在中间有非常多的特色 比如说它有高的攀爬组 它也有大家最喜欢的溜滑锁 而且它还有我们的这个弹跳床 另外这个公园里面 我们有家座的阳光厕所 可以让大家非常舒适的去享用 而且有一个阳光大草坪 自然花园等等 市府也特别感谢有民间基金会大力赞助 以及各方团体的支持 才能让公园顺利动工 市府也将会持续来推动 及精进台中美乐地计划 让市民休闲生活更美好 记者杨中环台中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